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啊 那么今天我们的布鲁斯里李小龙将要迎战一位 这个南瓜狂人啊 这个南瓜人呢大家看到他这个在台上啊 已经是等待了一会儿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李小龙布鲁斯里将要接受一个裁判的检查 没有问题再进行一个比赛啊 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活跃啊 今天李小龙这位对手呢很很有来头啊 南瓜狂人 这个为什么叫他南瓜狂人呢 也是因为他的装扮啊 很奇特很奇特 在美国也是打出了一片天地 非常出名的一位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数据啊 哎呀27岁6.6英尺265磅 6.6英尺什么概念呢 非常的高啊 两米之多 而且还重达265磅 听说他的权力也是非常的恐怖 一拳能打出几百公斤的力量 那面对这么一个强定的对手 而且又是奇特的对手啊 李小龙将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 怎么样的出招 也是让比赛的看点之一啊 那么这边李小龙在这边准备一下 接下来的比赛啊 进行一个热身 然后将要面对这个南瓜狂人 哎呀大家看到啊 这个南瓜狂人 衣服南瓜的 这个头套南瓜啊 还冒着光身上一块冒着火 非常的酷血啊 这个也是定制款 应该挺挺贵的啊 那这边我们的裁判也说 East Time 比赛准备开始 李小龙对阵这个南瓜狂魔 这边也是裁判啊 我们的主持人 现在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数据 还有来历荣誉什么的 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听一下啊 因为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是不知道的 6.6一时来自美国 265磅 从来没打过UFC啊 今天来挑战李小龙 感觉是有点膨胀啊 从来没打过UFC的一个人 居然来挑战李小龙 那这边李小龙的话 也是不甘示弱啊 李小龙 5点清智145磅 数据的话不是一个量级啊 量级差得很大 但是不止一次啊 李小龙告诉了世人 这个轻量级也是可以打得过重量级的 那这边李小龙在进行热身 可以看到线上的观众 非常的沸腾 而后面这三个黄色衣服的人 就是李小龙的徒弟们 今天是来给龙哥加油助威 卢斯底终于介绍完了 因为李小龙的这个荣誉啊 还有历史可以讲太久太久了 这边李小龙对观众行个礼 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 那这边双方来到舞台的中央 准备开打今天的比赛 我们的光东才曼也是 哎呦 这个小南瓜居然不和龙哥碰拳啊 非常的膨胀啊 这小子 27岁的年轻人 能这一场教教他怎么做人 李小龙这边 攻拳啊 抱拳也是表达一个武林的规矩啊 这个南瓜人 也是做了一个嘲讽的动作 一个机械舞 那么比赛 比赛开始 比赛开打 李小龙上了一个闪避 连出两拳啊 李小龙中了一拳 那没事 一个回蹬梯 直接踢到墙边 又是跟一拳一腿 攻击非常的有节奏性啊 南瓜人 两发反击 效果一般 李小龙这边拉开了个距离 两发跳拳 李小龙一个左边腿 踢到南瓜 这个小南瓜人 这个呢 带个头套打人 感觉有点作弊的感觉啊 打的都是打他头套 这边李小龙两发上钩拳 我们看一下 李小龙步步紧逼 哎呦 吃了两拳 没关系啊 再次拉开距离 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南瓜人想要跳击 但是为李小龙一个小闪避 躲过 七里发西点一个高踢 这边步步紧逼 逼到墙角 哎呦 被南瓜人居然是用左脚踢倒了 非常可惜 李小龙一个直动踢 这边进行一个防守 再加一个后撤步 一个冲击 哎呦 冲刺完之后 吃了一个挥旋踢啊 两人这边进行一个防守 南瓜人 感觉自己占据了上方 李小龙一脚踢到墙边 再紧跟两拳 李小龙 还是在寻找一个进攻的机会啊 冲过去 一个走击 再加一发冲拳 再拉扯 接住一腿 两发拳打出 两发上过拳 再加一个踢腿 留上了这招 又是一个左踢 哇哦 右边腿加左边腿 直接带走对手 南瓜人 在这个节点 瞬间被李小龙制服了 一套组合机打出 南瓜人 宣告了分场比赛的结束 啊 他将要告别UFC的赛场了 这是他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最后一场比赛 从他自信挑战李小龙那一刻的开始 他的UFC生涯注定一路坎坷啊 直接被李小龙 右踢加左高踢带走 非常精彩的连招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咱们这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